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年2021年的第一个华语的 我们的双赫的家庭训练会 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继续主讲 我为什么吃灵芝的系列主题 今天的主题是 灵芝预防私自症 Dimension 今天的主题其实很特别 因为私自症这个病 我觉得是不会要了我们的命 但对患者而言 是一种对生活数字影响非常大的 是想想一个人 失去可能语言能力 你连周边所认识的人都忘记 甚至你最亲的人 可能你的伴侣 你都不认识 你的儿子儿女们你都不认识 而且他也对照顾患者的家人 就是我们所谓的care giver 造成身心灵上的很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在新加坡我们每次看得到 有些人为了照顾这些失智的 就是说伴侣也好啊 父母亲也好啊 很多时候都反而得了优异症 我每次都在想啊 我老了后希望不要得上这个严重的失智症啊 但是我相信啦 轻微的失智症是避免不了的 等下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些数据 但是如果大家今天认真的来了解 灵芝能够在抗造成失智的许多原因上 其实都有个很好的疗效 我相信大家都会很认同 灵芝这个产品 就是一个能预防失智一个 首显的一个产品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讲座会 神经系统灵芝与失智症 我们先开始免责声明 欢灯片中所包含的所有信息 仅用于一般健康信息和交易目的 并不用做专业医疗 建议治疗或复理的一个替代品 我们先了解什么是神经系统 其实神经系统是 神经就是Nerve 和神经炎就是Neuron的一个集合 这些神经炎就是我们所谓的Neuron 在身体不同的部位之间传达信息 你就想想Neuron就是 它能够在我们身体传达信息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你手触碰到热的水 那么你会感觉到热或者是烧 那么这个信息呢就是由你的手传达回你的大脑 那么大脑呢是中央计算机 Central Computer 而神经就是人体的电线 试想想这个电脑里面 我们的大脑就是那个Computer 就是那个做Processing的一个中央计算机 而神经是我们的电线 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关键组成的部分分为两个 一个就是中枢神经系统 Central Nervous System 这就包括我们的脑 还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Spinal Cord 就是我们的椎水 就是我们所谓的背部的这个一条骨 我们的这色神经线都是从大脑 从这个椎水一直往下才分布出来 那么再下来就是我们所谓的Peripheral Neural System 就是我们的周围神经系统 就是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神经线 跟我们的感觉器官 就比如说我们的手啦 就是可以用来触碰一些感温的一个器官 好 那我介绍一下什么是失智症 失智症呢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它是导致人们思考和记忆能力 逐渐的长期下降 它不是一个突然间发生的事情 它是一个长期慢慢下降的一种情况 它的症状包括情绪问题 就是可能会变得很急躁 语言问题可能就是说 会忘记一些东西啊 虽然我们老了可能会忘记一些东西 但是失智症的人会更加的严重 他会丧失一些语言的问题 意志下降 就是说变得没有motivation 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失智症的类型呢 包括最常见的这个失智症的类型 我们就是Alzheimer's disease 那么呢 这个是最常见的失智症的一种 所以如果你听到说Alzheimer's disease 其实就是 它是失智症里面学的一种 那么第二种最常见的这个失智症呢 就是血管性失智 或者是血管性痴呆 其实失智症很大程度上人家也叫它痴呆症 那么这个血管性失智呢 是第二大常见的类型 那么这个呢 它是又因为大脑血管受损 比如说一个人中风过后 他的脑神 他的血管受损 那么血管受损过后 可能就是神经炎供血不足 他就会失去他的能力 好 那么有一种就是混合性的失智 就是mixed dementia 它是可能就是 结合了Alzheimer 或者是 结合了Alzheimer 跟可能就是血管性的失智等 再来就是 Parkinson's disease 这个呢 看很多都听过 Parkinson's disease 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就是手会抖 那么它也会出现失智症状 所以让我重复一下 失智症其实是一个 很多种 很多种 因脑问题 所组成的一个病因 其中包括Alzheimer 就是血管性失智 混合性失智 甚至 生死病 好 那么 这个所谓的失智症呢 到目前上 无治医方法 很多治疗方针就是 让他的 这个失智症的问题 缓下来 就是不要一来一来 那么严重 那么 希望呢 在以后的医疗发达呢 会有找到一个治疗的方针 好 我们看一下统计数据 在全球呢 失智症目前影响差不多 4700万人 每年也有差不多 1000万例新病例 或者每秒 每3.2秒就一中 到了2050年 就可以到达1.3亿人口 所以是蛮可怕的数目字 其实 在10%的人 的人生中的 某个时候 会患上这种疾病 这也是因为 随着人民寿命的延长 失智症 变得越来越普遍 那么呢 全球的数据显示 65到74岁 3%的人患有失智症 其实我们新加坡的 巴逊率更高 等一下和你们分享 75岁到80岁的人呢 19% 那么 到了85岁过后 就是50% 所以试想想 如果 我们今天85岁 两个人里面 肯定就一个人失智 所以 这个数据 看的是蛮可怕的 所以为什么刚才讲说 希望我老我 就是说 不要得太严重的失智 可能读轻微的 这是为什么我跟你讲 我们是避免不了 因为它的数字太高了 在亚洲未来的35年病例 数一即将增长300% 那么呢 这个失智症 不会要了一个人的命 但是呢 它导致每年差不多 6,04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到了多10年 或者是2030年 可能每年高达2万亿美元的损失 是经济损失 我们看一下新加坡 我刚才所讲的 在2015年海峡时报 我们的税单曾经 刊登说 在新加坡60岁的人中 有十分之一 患有某种形式的失智症 其实新加坡失智症的统计 是高于全球的统计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那么呢 在2012年的数季呢 它的人数是28千 那么将会增加到80千 在2030年 很奇怪的是就是说 交易与失智症有关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得失智症 可能就是说 你真的要用脑用多一点 那么你就不那么容易得失智 女人家庭主妇比较容易得失智 退休人士也是 他们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士 患失智症的机会 再增加25倍 那么失智症的 女性多于男性 如果你今天是女的 你很抱歉 你得失智症的比例比较高 其实这并不是不公平 因为女性会比男性多活几年 因为这是life expectancy的问题 女性会比男性活得更久 但是当活得更久的时候 其实我们身体的这个脑 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更有效的一个思考 因为我们每一个身体的部位 它都有一个 对我来想 它都有一个所谓的保用期 我们身体很多时候 就是说 比如说 如果你的那个knit camp 受损过后 你可以装一个假的 就是金属的 很多时候 你还有机会动手术 但是脑 你没办法说装一个新的脑 或者拿一个猴子的脑来换 是不是 所以没办法 所以脑就是那么一个 患有失智人将需要长期的复理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而那些看护者 care giver 可能因为照顾失智人而变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stressed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很多时候 患失智的人 他们都会说 哎呀 我不想影响我的下一代 就是我的儿女们 那么患失智症的原因有哪一些呢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失智症是由脑细胞受损所引起的 就是说你的那个脑细胞可能会退化 那么就影响到你的思想行为和情感等 那么其实它有一种 就是物质 就是我们叫beta amyloid beta 淀粉样蛋白 它就是呢 出现在Alzima的那个病人的脑中 那么它呢 这种蛋白呢 它就是 老化后 它就会一开始累积 那么我们的所谓的这个 我们的neuron 就是刚刚我 你像我现在图片 我们身体有很多这个 神经元 就是神经元跟另一个神经元 它要传导神经 对不对 那么这个神经元到另外一个神经元 传导神经的时候 它有一个东西叫 突出 snaps 那么这个是 试想想这就是神经元跟神之元当中的那个join join 那么这个东西呢 因为这个beta amyloid的关系 它会累积在这个join 那么它就会造成死亡 那么想想这个地方死亡的话 如果这个神经元就没有办法把信息传达到另一个神经元 这个就是说这个beta 这个细胜粉样蛋白 时常就是造成我们所谓的Alzima的失智症 它为什么会影响就是神经元跟神之元突然间的这个年间 那么呢 那么很多研究显示高血糖就是hyperat glucose 可以促进这种失智症蛋白的生长 所以你就想得到说你要控制这个beta amyloid的产生就是要控制你的血糖 所以血糖当然高血糖对很多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器官组织都不好 但是它对脑细胞也不好 那么谁的风险比较高 老年人 65岁以上的人患Alzima disease 或者血管性失智的风险 大约每年翻一倍 65岁是这个激励 那么你70岁这个激励就翻一倍 所以65岁过后就要非常小心 那么家族死 家族成员有失智病死的人风险更高 如果你看到你妈妈爸爸或者你的阿嬷和公公有失智症 sorry 那你的风险会比较高一点 妇女 刚刚有所讲的 失智症病例 三分之二是妇女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寿命往往比男子长 所以说活了太久 哎呀你的脑不能够 就是不能够support你的这个思维 头部受伤的人 尤其是你50岁过后才受伤的 那么这也会导致失智 因为你的脑细胞在50岁后受伤过 他已经没有办法修补了 现有的健康问题 高血糖高血压高胆固准 就是三高的问题 这些呢就是导致中风或血管性失智 记得吗 Vascular Dementia 是最常见的第二种失智症 这个呢就是 全部是因为高血压 高胆固准 跟高血糖所造成的 而且高血糖会造成 刚刚我所讲的 另一种失智 就是Alzheimer 所以高血糖不只会造成Alzheimer 它会造成血管性失智 所以高血糖 真的是你要控制你的血糖 这是最关键的一样东西 好 他的失智的行为和迹象是什么 那么患有失智症的人 表现出以下的特征 平衡问题可能走路不是很稳 可能会有点陡 说话和语言的困难 所以有时候我想我很怕 不懂什么 我发现这几年我在演讲的时候 以前就是想到什么 我可以马上用那个词 现在可能要找那个词 除了讲还要花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我是非常怕的 进食或吞咽困难 优异 焦虑 情绪波动 烦烧等 有时候呢 这个失智症会造成睡眠或死亿的变化 可能就是 死亿不好啦 那么有时候这个人走出去会徘徊啦 回不了家啦 这个好像你们 都就是说 可能就是听得过 内存记忆的扭期 这个呢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个记忆 那么呢 有失智症的人 这个内存记忆 有时候他 有些事情没有发生 他也会发生的 那么有些事情呢 新的事情很难记得住 旧的事情也要记得很清楚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 为什么老人家每次把旧的东西拿出来讲 新的东西他就忘了 他记得全部是旧的东西 我跟你讲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病例 我妈妈 我妈妈活到93岁 当然活到93岁 85岁过后 两个人就有一个人得失智 我妈妈的失智 不是很严重 那种 因为她长期可能是零吃 但是她已经有失智的现象了 那么 她有一个现象是非常奇怪的 我妈妈是讲福建话的 但是到了她90多岁之后 她会讲潮州话 但是她不常讲潮州话的 那么我就问 因为我妈妈长期会被一个所谓的 医生照顾啦 我们有老人科医生看着我们妈妈的 我觉得我这个医生她说 为什么我妈妈很奇怪 她现在讲鸟旧 讲潮州话 我这个医生跟我讲 说老人家呢 潮州话可能是我妈妈第一语言 就是她在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 是讲潮州话的 过后可能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她就讲福建话 所以当你老了过后 你的旧的记忆就会产生 因为她的旧的记忆是潮州话 所以她变成她会讲潮州话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这样的现象 就是说 旧的记忆 旧的内存记忆 反而变成一种新的记忆 所以这个就是 一种内存记忆扭曲的一个现象 就是所谓的失智的一个现象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你会讲很多奇怪的语言 那可能就是有一点失智了 OK 那么我们怎么去测试 一个人也没有失智呢 当然可以做一个脑部扫描 那么他们说扫描可以在疾病发展之前的 10到20年间测试到大脑中的 这个所谓的那个沉淀的那个 那个蛋白 我刚才所讲的 也就是说 当你发病的时候 其实在10年到20年前之前 其实这个斑块 这个沉淀物 已经在你的脑里面了 但是关键是 如果你发现你有这个沉淀物 你可以做些什么 坦白说 医生也不能做些什么 其实先是有一些药可以控制 但是大致上 这个药的疗效也没那么好 验血 他们发现早在一个人得这个Alzheimer's disease 的时候 他们在他们的血液的测试当中 也是可以测试到这个 刚才所讲的这个蛋白 那么呢 这些蛋白的身高可以在疾病发生 约10年前预测出来 所以其实这个是有征兆的 就是说 不是说征兆 就是说其实施子症 可以从脑部扫描 验血查得出 而且是在10到20年之间的发病期 能验得到的 当时我想想的 我问大家一下 谁会没事去测试 到底我们脑部有没有那个所谓的Plug 到底我们去验血 有没有这个的蛋白沉淀 想一想啊 为什么 我们今天会去测试说 我们有没有的糖尿病啦 高血压啦 验里面有Cancer marker啦等等 但是我们会验这个吗 不会我 如果想想以后 可能要叫医生帮我验一下 其实我认为可能这次说 就算他发病也不恐怖 其实不是说不恐怖 他的严重性后果命那么严重 不会要了你的命 这是我所讲的 施子症不会要了你的命 但是他在影响你生活数字方面 是非常的严重 施力的研究 的检查 那么他们发现呢 这个beta 淀粉样蛋白 它也是可以积极在你的视网膜当中 所以呢 就是说如果你从施力检查 其实眼科医生是有办法看到这个沉淀物的 认知测试 Cognitive Test 那么呢 这个就测试一些 他有一个Question Air 有一个测试的问题 那么医生会问一些问题 那么叫这个人记住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是知道的 为什么 因为我带过我妈妈去测试这个Demeasure 虽然我妈妈最后是negative 他们认为我妈妈是ok的 他们会问你今天有几点啊 那么你这个国家的这个 现在的总理是谁啦 或他给你一组数目字 那么会跟你讲话讲话过 他叫你 要你说出这组数目字 所以 如果你没有兴趣 可以去网络找找 自己做认知测试 那你就懂不懂有没有失智 好 如何减少失智症的风险 那么呢 其实 这个David Permutter 一个神经学家 就建议 所以 有很多方面可以降低 这个失智症的风险 饮食选择 坚果和 酱果 就是我们的Nuts 和Berry 有助于改善大脑健康 ok 所以明天早上吃Nuts 跟Berry 我明天早上也是吃 Nuts Nuts 跟Berry 其实 就是 非常好 因为Nuts 跟Berry 除了它有很多很好的一些 对我们人体有益的 这些营养 那么它也是一个非常能 可以助于改善大脑健康 经常锻炼 就是说 做Exercise 让你的血液循环增加 充足的睡眠 就可以修行你的脑细胞 当然就是说 不要抽烟喝酒啦 抽烟其实是no no 喝酒 所以你是casual drinker 就是偶尔可能洁性上喝 那么压力呢 就会 也会造成脑细胞的一个影响 就是要减少油力跟焦力 那么呢 就是要防糖尿病跟心脏病 避免吃太多不需要的药物 这个会增加你的脑的负担 每天挑战你的思想 就是说 你记得吗 刚刚有一个就是数据说 读书协力比较高的人 比较没有那么容易 就是可能说 得失智 这是因为可能你的脑的应用比较狂 那么在受影响的时候 它的影响就没有那么的大 所以就算你在任何年纪 都要每天挑战你的思想 有什么方法可以挑战呢 有什么建议吗 有的时候如果每天打麻将 人就不会得失智 打麻将啦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或者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或者语言 可能今天你可以开始学 韩 Korean language 或者是学 韩文 你就可以看韩剧 或者是学日文 可以看日剧 或者是学习一下新的技能 ok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这可以让你的脑 以不断的思考 那么呢 还有就是刚才所讲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而导致失智 糖尿病 这个就是所谓 这个是最严重的 导致失智的 最严重的一个原因 那么呢 糖尿病可使人的大脑 提前五年老化 那么就是说 当然要避免 吸取过多的糖分 它真的会增加 这个Alzheimer Dementia 的风险 糖尿病 则患 这个Alzheimer Dementia 的风险 高出平常人65% 那么呢 心脏疾病跟中风 要保持心脏和血管健康 以防止中风 因为你中风过后呢 就是你会损害你的大脑 而这个失智 就是这样子来的 我妈妈就是因为她曾经中风过 很多人都知道 那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它变成有那个 所谓的血管性的失智 所以要避免 心脏病跟中风 免疫系统呢 也非常的重要 你的免疫系统 与大脑息息相关 你健康的身体 有一个健康的免疫系统 你就有一个健康的大脑 你就没那么容易发炎 其实我们刚才所讲 造成脑细胞死的 都是因为发炎的问题 药物 药会导致认知障碍 就是说有一些药会导致你的 memory problem 那么呢 因为人体处理而清除毒素的能力 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所以呢 就是说 尽量就是说 不要服用一些不需要的药物了 好 我们就是来讲一下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一个产品 就是我们的灵脂 可能你们都看到过这个判灯片 那么灵脂呢 是具有特定疗效的一种真菌 具有2000年的历史和50年的现代科学研究 其实在神龙本草记和本草纲目 九十青生不老爷年神 其实他对老人家非常好 也就是说他对 包括 因为 失智症是老人的一种疾病 那么呢 其实你看到 这个是本草纲目所记载的 灵脂苦贫无毒 异心气 入心一血 入心充卖安神 都是对你的脑神经很重要的 所以其实还有这个所谓的真智慧 这就包括在很久我们的中国的医学宝典 本草纲目就跟你讲 其实这个灵脂的记载对我来说 记载着很多 让老人家更加的健康 包括这个脑细胞 我每次都没有仔细的讲这个灵脂记载的一些 就是说他的这个遗路 其实我每次看到说 其实他对脑神经的帮助是真的非常好的 当然在50年 在近50年 有很多科学研究 就包括很多刊登在Pubman 美国医学图书馆 其实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非常多的这些所谓的医学研究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很奇怪 就是说其实灵脂在研究保护脑神经这一块 或者是避免我们失智这一块 其实是蛮多的 等一下你们就会明白我要跟你们讲的是什么 如果你选择灵脂 为什么选择双核灵脂 那么双核公司的灵脂产品 在研究、栽种、生产和分销里 也有30年以上的经验 因为它是一个 富含高三体类和高分子多糖体的一个灵脂产品 而且它在不同不同的国家也得到很多的认证 比如在新加坡的HSA 就是台湾的DQF 在我们不同的分销的国度里 都会有本土的所谓的卫生局的认证 灵脂和失智症的疫防有哪些? 我们每次讲的就四个 以四个角度来分享 就是免疫力、血液循环、腹肝和清除自由剂 我们先从第一个来主讲 第一个,调节免疫系统 灵脂很出名就是最好的抗发炎药 它控制了抑防发炎 当然它可以抑防脑细胞发炎 我们很多时候细胞老死就是细胞发炎 包括脑细胞 第二,改善血液循环 我刚才所讲的三高 然后就会造成我们所谓的血管性失智症 Vascular Dementia 所以你要避免血管性失智 你一定要抑防三高 高血糖、高血压和高糖価存 那么灵脂在这个改善血液循环方面 就能够做到非常好的工作 还有我们每次所讲的就是 高血糖会导致这个β 可以打淀粉氧蛋白的生长 那么这个就导致Alzheimer disease 一种Dementia的其中一种 那么灵脂就可以真的 可以帮你控制你的血糖 所以呢,它就是可以帮你 预防这个所谓的Alzheimer disease 好,增强肝功能就是排毒 健康的肝脏会产生 会产生比较好的免疫系统 那么对抗发炎就更有效 那么再来就是 灵脂可以清除自由基和抗氧化 那么抗氧化有助于保护脑细胞 所以灵脂在这四方面 就是刚才所讲的调节免疫力 就是增加血液流动性 增强肝功能和清除自由基 它们对整个脑神经的 或者是脑细胞的帮助就非常的好 好,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 灵脂预防失之症的一些文献报告 第一,灵脂及其抗发炎特性 这就是灵脂能够抗发炎 包括抗脑细胞的发炎 在美国的几个研究当中 他们的结论是 灵脂的抗发炎特性有望用在 Alzheimer disease的治疗 也就是有一天可能有希望看到 用灵脂产品来治疗Alzheimer disease 那么灵脂也可用于防止老年时的记忆力衰退 所以非常好,对不对? 好,第二个 灵脂消灭B 淀粉样蛋白 Beta amyloid protein 香港大学的研究显示 他们发现其实就是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认知障碍与神经炎的丧失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神经炎丧失是由大脑中的Beta 淀粉样蛋白的过多沉淀引起的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 就是造成Alzheimer disease的一个原因 那么呢,结论是 他们发现灵脂生产的抗体 可能会减低或延迟这个Beta 淀粉样蛋白的形成 那么呢,他们也发现呢 灵脂可以预防这个 或者是消灭这个Beta 淀粉样蛋白的毒素 造成脑细胞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这个实验里面 他们发现 灵脂可以产生抗体 减缓这个Beta ameloid protein的产生 它也可以消除这个蛋白所带来的毒素 而伤害到脑细胞 所以这就是香港大学研究 所带出来的一个新的发现 C,灵脂对脑细胞的保护 及其对帕金森氏病的影响 我们刚才讲到Dementia就是失智症 最大的原因就是Alzheimer 下来就是Vascular Dementia 就是血管性失智 下来就是巴金斯症 巴金斯症呢 其实它的一个症状 通常它的症状是手抖 我看你们都看过巴金斯症 但是它有一个症状会造成失智 所以灵脂对脑细胞和保护 及其对巴金森氏病的影响 这个就是我们要探讨的 我们先了解一下 我们的脑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Hippocampus 在我们的脑的深入里面 它有一个海马 我们叫海马区 它是一个记忆处理区 就是这个 这为什么叫海马区 因为它这个区有点像海马 我们有看过海马吗 这是脑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记忆处理区 那么呢 这份原先报告讲的就是 灵脂、包子对大鼠、海马的神经保护作用 他们是用老鼠来做这个实验 他们发现灵脂可以保护海马免受、氧化、损伤 和能量代谢的一个混乱 那么呢 他们发现呢 他们第二个研究 就是 灵脂对脑细胞保护 减少氧化的一个影响 他们发现呢 就是灵脂多糖 这讲是灵脂多糖 就是Polysacetylite 可能对这个氧化的 氧化应急有用 英文叫Oxidative stress 就是在脑的那个地方 有很多因为某种原因 就是有很多这个 我们讲的Frileurica 就是制油肌 它就会 做很多所谓的这个 氧化应急 就是造成很大的Oxidative stress 那么灵脂可以帮忙减轻 而且它能做到一个神经保护的作用 所以 第一,灵脂对我们脑这个海马区细胞的保护 第二,它对减少氧化应急Oxidative stress有用 第三,灵脂在预防Parkinson disease 那么其实这个有一些研究 你可以去看 所以我每次说 其实灵脂对氏脂的研究蛮多的 他们发现呢 灵脂对人类Parkinson施病具有潜在的保护作用 而且他们也发现呢 对年龄相关性的神经推行性疾病 可以做一个治疗的可能性 如果你看清楚 这个就是灵脂可以预防巴金斯病 巴金斯病 其中有一个症状就是会造成失智 所以 灵脂对巴金斯施症或者病 其实是有潜在性的一个疗效的作用 也就是说不排除以后 可以用灵脂来治疗Parkinson disease 所以这个很特别啊 刚才我们想知道 它可能可以用来治疗Alzheimer 它可能用来治疗Parkinson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灵脂对脑细胞的一个保护作用 其实它有一个治疗的作用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天看到 灵脂真的是拿来做治疗 这是很大的不一样 好 这个也是很重要 这个其实在以往的 我们每次都有人问说 灵脂跟中风 可以做到一个保护作用吗? 或者一个人中风后 是不是应该吃灵脂? 所以这张幻灯片呢就是解释 为什么中风的人呢? 为什么需要吃灵脂? 那么灵脂减少中风引起的脑细胞损伤 好 中风大家可能都了解 有两种 一种是缺血性 就是说血管在脑里面 因为阻塞 它不能供血给这些脑细胞的脑细胞 或者是它成精炎 第二种是爆血管 就是血管可能 因为可能压力过大 或者是可能就是本身这个血管壁比较薄 它爆血管 我妈以前中风是因为它天生可能血管壁比较薄 那么其实 这两个问题都会造成 神经细胞的损伤 那么呢 灵脂呢 就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它很大的作用 它对中风内部 中风的损伤的器 可以做一个限制性 比如说我们现在中风 受伤的脑细胞是这一块 那么它可以再马上做一个保护作用 就是说 不要让这个受伤的这个 脑的这个细胞扩散 为什么 其实它是有解释的 因为 灵脂可以在很大量 在可以很快的时候清除自由基 那么中风的时候 那么这个部位就会产生很多自由基 那么那个产生的自由基 就会去开始攻击 旁边的这个脑细胞组织 所以如果你可能不了解 我再讲一下 现在 现在就在新加坡 他们 如果一个人突发性中风 他们发现可能这是有脑医学 或者是可能就是阻塞性 那么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治疗方针 就是他们 这个病人 他会打一种药 让他的这个身体的温度降低差不多一度 可能我们的温度应该是36.7 他打入这个药过 他会降低到35点多的一个温度 如果你去触碰这个病人 他好像是死掉了 他很冷 但是并不是 这是一个治疗方针 你懂为什么 他们会要把体温降低差不多接近一度 我没有猜错应该一度 因为我看过这个文献报告 而且我知道 我们新加坡中央医院有这样的一个治疗 为什么 因为他把温度降低的时候 自由基的产生就会减少 所以其实服用灵脂 他最好的好处在中风的病人 就是限制大脑内部的中风损伤的区域 而且保护因过度氧化而导致欺氧的大脑 就是保护他 那么呢 再来就是减少糖尿病患者 减少这个氧化应急的功能 如果这个中风的人 他有糖尿病的话 他不会因为这个问题 而继续造成对这个海马区的一个氧化应急 因为海马区就是我们的思维的 就是我们的memory area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你受到很多侵害的话 那么你就会忘记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研究报告 其实在灵脂减少中风引起的脑细胞损伤上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咯 所以就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一个中风的病人 其实要鼓励他吃灵脂 我们吃什么剂量 如果你要维护每天平衡之神经系统 可能要8克到12克 可能当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有所损伤 或者是比如说中风等等 或者出现这样的一个疗效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要吃到20到30克的永健灵脂 那么可能会如果是老人家 可能我们会觉得说要吞20到30克 那么其实4克的永健灵脂2也可以 那么其他双核产品可以帮助 失智的包括永健花粉 因为营养素可以增强免疫功能 增加细胞的活化 Factorberry 就是可以帮你平衡肝道中的菌群 那么增强肠胃道的免疫功能 纤维可以减少血液中的葡萄糖的上升 就是说可以避免高血糖 这很重要啊 我们一直强调高血糖对脑部的 所谓的失智症的轻害是蛮大的 总裁咖啡可以帮你减少发炎 如春茶 改善血液循环 增强睡眠等 这个都是一些我们其他双核产品 对我们脑神经系统的一个帮助 我们看一下见证 这个是刊登在令章灵之第66期 这个张兴莹的妈妈七十四岁 那么那时候2008年呢 她被诊断出患有失智症状的巴金森氏病 我刚才所讲的巴金森氏病 除了会手抖以外 她的其中一个病发症就是失智 她自己无法完成很多任务 比如吃饭啊 穿衣服啊等等 那么她的女儿就每天早上 早晚给她吃两包活性特高的灵脂 两包就等于差不多十颗了 这个佛性特高的灵脂 我不能肯定是什么灵脂 但是她肯定是很特别的 再加四颗花粉早晚啊 她吃了六个月后 她们就发现 新年呢 她是中秋节开始吃的 到了新年 我算算一下大概是六个月了 她的母亲开始体力不错 愿意去花园走走 到腹外走走 那么你懂过年啊 华人很喜欢打牌吗 她也就是脑袋非常清楚 很喜欢打牌 其实我妈妈以前也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我觉得她好像有点失智 她过年啊 我对打牌就很有兴趣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赌麻将的话 请你继续赌麻将 因为这个对失智很有帮助 好 那么我做一个总结 神经系统是重要的身体系统 我们在以往讲的这个灵智的健康的这个讲座系列 比较少讲神经系统 今天是我们真的是拿神经系统个别出来讲 那么大脑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记忆感觉 运动的技能等都跟大脑息息相关 灵智能够改善失智症的一些根本原因 就是三高 就是我们所谓的血液循环 免疫力 细胞发炎等 灵智而且已经被证明可以延缓失智症的发作 就是让您度过黄金岁月 而不会拾起记忆 所以今天如果你还年轻 立刻行动 因为失智症只会在几年后出现 并不是现在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